曾经的斯卡天王之一的印尼名将陶菲克 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 爆出了在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 有大马雨鞋官员以四亿印尼顿的价码 让他让球给大马一个 也就是要他打假球 大家好,我是汉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如果对这件事情还不了解的朋友 让我来向你们简单的代过一下 那当年的多哈亚运会上 陶菲克是在半决赛遇到了李宗伟 并追踪于21比16、21比18战胜李宗伟 然后又在决赛战胜领丹 获得了当年的亚运会冠军 那当时呢 印尼政府就是承诺 如果运动员获得亚运冠军 就会获得2亿印尼顿 大约6万令吉 不过呢 当时陶菲克就收到了一个更大的诱惑 有一名大马雨鞋官员 企图操纵比赛 并愿意用2倍的价钱让他输给李宗伟 让李宗伟挺进决赛 那陶菲克直言 当时一听到这个建议马上就豁达 他认为呢 为了这一点钱而故意输球就相当于卖国 也同时呢 诋毁了自己的运动家精神 于是便断然拒绝 而李宗伟也是在这几天收到消息后 才马上联系陶菲克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在之后的采访中 李宗伟说到 这么久以来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陶菲克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 那他说到 幸好有像陶菲克这样的运动员 永远都把国家的荣誉摆在第一位 那我大概知道这个官员是谁 不过事情都过了那么久 我们应该要向前看了 那他也直言 他并不觉得新奇 自己也曾经被博彩公司联系过 那其实呢 正如李宗伟所言 在雨滩中 操终比赛并不是新鲜事 那这些事件还不止发生过一次 那么这支影片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 在雨滩中操终比赛的事件 那在了解这些事件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怎样的行为才能被称作操终比赛 那根据世界雨联的官方网站 那操终比赛的意思为 为了个人或他人利益 而影响比赛的走向或成绩 即比赛成绩中的不确定性 被部分或全部移走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是第一次实施现有小组赛 才进入淘汰赛的政策 那怎么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能够鼓励更多的国家 来参加羽毛球这个项目 也同时带给观众更多的比赛 但是呢 当时由于是第一次实施 赛制还不够完善 因此也让有心之人 想利用赛制的漏洞来达到目的 而当时的女双赛事呢 小组的前两名将会晋级八强 那由于当时中国组合 田青及赵云雷 在D组的小组赛中 意外输给了一对丹麦组合 使他们只能以小组第二名进入八强 而在A组 比较迟上场的中国队的世界第一 渔洋及王小李组合 如果在最后一场比赛战胜韩国组合 郑锦银及金河纳组合 就会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八强 那么两只中国女双 都会被分配在同一个班区 并会在半决赛就会碰面 那相比于呢 只让一支球队进决赛 让两支中国队都同时进到决赛 就对夺冠更稳一些 那么刚巧 他们的对手韩国组合 也不想要获得小组投名 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可能会在八强赛上 就遇上了自己人 所以也不想要赢下比赛 那两队的想法一拍即合 于是呢 便有了这么一场谁都不想赢 并被操纵的比赛 那中韩双方的选手 连续出现低级失误 甚至包括连续多次发球不过往 引起全场观众振振虚声 那第一局的比赛呢 最久的一个球甚至只有四个回合 以至于呢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都一度下到场内警告选手 当双方选手 依然消极对待 最终呢 中国组合以0比2 输给韩国组合 收获小组第二 成功避开田青及赵云雷组合 而在之后的西组赛事呢 胜利者将会在八强 对上鱼洋王小李组合 那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一 没有几个组合 希望这么早就遇到他们 因此呢 韩国的何真恩及金文正组合 还有印尼的选手 玻璃及乔哈利组合 都同样选择了消极对待比赛 那现场同样是观众 虚声士气 那裁判也向双方亮牌警告 那你可以想象 当时你带着多么兴奋的心情 买票入场看比赛 结果却联系看到这样的比赛态度 你是不是会不爽 那最后呢 韩国组合就以2比1胜出赛事 那比赛结束之后呢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雨联 第一时间就展开调查 那根据BBC报道 调查结果表示 奥委会和雨联都认定这四对组合 违反了世界雨联的运动员行为条例 第4.5和4.16款 即未尽全力去赢得比赛 和做出了明显犹如鱼或害鱼羽毛球运动的行为 那消极比赛的指责就成立 那最终呢 就取消了他们在奥运会接下来的参赛资格 那虽然印尼和韩国组合提出上述 但都于事无补 全部8个人都被取消的参加奥运的资格 而田青和赵云雷组合 在最后呢 也成功的获得了冠军 那在2014年期间 当时世界排名第9的男单球员 丹麦的Whittinghurst 及男双排名第22的Astrup 曾经在当年6月份 日本公开赛之前 在面子书上被一名大马男子联系 让他们呢 与其他的运动员合作一起操纵比赛 那Whittinghurst在当下马上就拒绝他 而Astrup只是掏了一些资料之后再拒绝他 那他们透露 这个人物不简单 曾经在一些比赛上获得主办方认真 而且能够在他的面子书上 看到他与亚洲几位最好的球员都有合过照 这让他们觉得非常害怕 那这位大马男士呢 也向他们透露 自己也曾经操纵过汤姆斯杯 和新加坡公开赛的成绩 并为Astrup开出了每场3000欧元的贿赂 那他也告诉Astrup 如果他愿意亲自下注 将可以赢得更多的钱 那他们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包上世界雨联 让世界雨联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位于吉隆坡的世界雨联总部 也很快就联系相信是本地的警方展开调查 那Astrup呢 还说到了一个重点 如果连汤姆斯杯这个雨坛最神圣的比赛都能被操纵 那么其他更小一些的比赛成绩就更加难以想象 那马来西亚两位男子运动员陈军祥及朱尔法里 涉嫌从2013年开始有数次的贪污及打甲球行为 那在2018年5月 当时25岁的朱尔法里 被世界雨联 判定违反了27项行为条约 并且涉及打甲球及贿赂很长时间 而且呢 还同时也有证据表明朱尔法里至少操纵了4场比赛 因此 他被判处了竞赛20年 和罚款25,000美元 而当时31岁的陈军祥则是涉及了相对比较短的时间 但是也违反了26条行为条约 因此呢 被竞赛了15年及罚款15,000美元 那事情会被揭发是因为有人向世界雨联告发说 自己被祖尔法里在2016年的巴西比赛期间联系 并发出超纵比赛的邀请 而在经过调查之后 在2017年12月 世界雨联便通知了马来西亚雨鞋 让两位球员停赛并同时展开调查 那世界雨联在调查期间 透过了一家专门做数据取证的公司 掌握了两人之间的WhatsApp对话 并同时掌握了两人操纵比赛的证据 那整段对话内容长达15个月 从2013年9月27日到2014年的12月12日 那接着呢在聘请翻译公司来翻译整段马来文的对话 事情也就这样的东窗事发了 那陈俊祥的职业高光时刻 是曾经在2010年代表过马来西亚参加汤姆斯杯 而祖尔法里更是曾经在2011年击败了先任奥运男单冠军安赛龙 取得了世界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的冠军 那这么一个优秀的天赋就这样没了 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 那操纵比赛的事情呢 不止一次出现在了雨潭里 也相信呢 这种事情会一直都存在 那国家体育部及各国雨中不应该只是一位的谴责运动员 而应该要探讨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情况 并与各个机构合作打击这种问题 而世界雨联呢 更是应该严厉的去探讨这种事情 因为一个干净的雨潭 才能够确保雨毛球这个项目 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的角落 而球员呢 则更应该专心的打好球 努力的成为冠军 只有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商业资源 而更重要的是 作为国家的运动员 必须时刻都保持国家的形象 而我们作为球迷呢 真是真正的希望 雨潭 不要再出现下一个足而发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